三颗正常的鸡蛋就能做一大盘 每个地方叫法都不同 我们东北叫酥黄菜 有的老铁会问 饭店三颗鸡蛋为什么卖这么贵呢 来 今天我告诉你 准备三颗出生蛋 一勺提前爆好的水淀粉 给它搅拌均匀 用个面照亮过去多余的杂质 起锅 咱们热油 把锅热均匀了 蛋液倒入锅中 记住不要全倒入 一定要留点 摊成个大饼 咱们两头一溃 用勺子给它敲打敲打 切成零线块 或者做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重中之重 是不要切太大 太大的话 你会控制不住 它的长哥的个头了 均匀的沾身蛋液 第二个重点就是 油温两层热的时候 就可以下锅炸了 边炸的过程 边用勺子给它糊冷起来 全程中小火 杂质酥碎即可 一勺水一勺糖 用中火去熬制 先是大泡 然后变成小泡 来点食用油 让糖更加的润滑 而且不粘锅 变成浅香油色的时候 立即关火 熬制香油色 倒入炸好的鸡蛋 撒点黑芝麻点缀 再次翻炒均匀 出锅装盘 这道菜做法简单 食材便宜 贵就贵在 它比较费时间 如果像我这么做 你再学不会 你就赖我家 我做给你吃 指定要你吃饱铲儿呢 家人们 酥光菜也完成 气酥蹦翠 喜欢点亮双方红心 留个关注 方便日后查找 感谢大家支持 感谢